我们再看一下他正手拉加转弧弦球的动作 也可以对比一下他第二期的拉加转弧弦球的动作 可以看到第二期的时候他明显身体和重心没有变化 脚下没有蹬转 完全只是手在拉球 很多人学弧弦球的时候也是这样 只是手臂在用力 身体 重心 腰部 脚下都没有帮助用力 所以说这个球你拉不转的 他现在第三期培训前的视频 虽然说他的力量爆发力还没有练出来 还没有找到发力的感觉 但是整体的动作是完全正确的 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 非常好 为什么说他这个球拉不转 很多业余爱好者这个球拉不转 拉的弧弦球没有质量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爆发力 没有爆发力 拉球的时候动作都是对的 但是它是匀速挥拍 跟这手攻球一样的是在匀速挥拍 不是突然的瞬间加速 瞬间加速把力量集中在这一个点上面 瞬间加速 手臂 腰部力量瞬间加速 只有把这个瞬间加速的爆发力练出来了以后 你弧弦球的这个质量才会高 我稍微来演示一下拉这个下旋球的时候 拉加转弧弦球的这个动作稍微演示一下 有很多人它动作都对的是吧 但是它是什么 匀速的带起来的 带起来的 是吧 虽然说这个球你也可以打过去 如果说球过来的旋转不是很强的话 也可以过去 是吧 也可以过去 但这不是拉球 这是把球提过去的 提过去的 没有质量 那我们要质量靠什么 腰部集中一点 手臂收快点 收拢 快点收拢 等的时候先等好 球来了以后 快速收拢 大家看一下 先等好快速收拢 力量集中 这个快速收拢靠了什么 腰部 还有前臂 甚至说到后面来 还要靠手腕 手腕的发力 手腕的外展 和快速的向前 手腕发力 所以说这个弧圈球拉的要有质量 这个动作一定要集中力量 快速收拢 千万不要软 软绵绵的 是吧 匀速的肯定是不行的 匀速你顶多是刚开始学 弧圈球的时候 你用这种匀速的动作 来去感知这个标准动作 什么样的状态 一旦你这个动作还不错 有点定型了以后 手臂加速 练习腰部的 转腰发力 把力量集中在 你手臂 手腕的这一点上面 集中在拍子上面 这个一点上面 手腕 前臂 腰部 力量 集中 集中 这样拉出来的这个弧圈球的质量才会高 才会有旋转和冲击力